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有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自上台以来在野的国盟 特别是伊斯兰党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抨击 由非穆斯林主导的西盟不适合执政 这样的政府不会稳固的言论 在安华几天前反击说 一个政府好不好 并不是取决于马来议员的人数 而是取决于所实施的政策好不好之后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昨天又在面子书贴文反驳说 安华这样的言论是错误的 与先知穆罕穆德的榜样相矛盾 他还坚持只有马来穆斯林政党 才能够领导和统治 包括给穆斯林在内的多元社会 哈迪阿旺还说 如果要这个政府稳定的话 就必须由马来政党做主导 好像过去60年来国阵那样 由巫统领导再加上马华国大党等等 非穆斯林政党 这样就可以让政府稳定下来 因此西蒙领导的团结政府 是注定不能够稳定政局 那么像我国这样的多元族群社会 真的必须像哈迪说的 只能够由马来穆斯林政党 才能够领导政府吗 澳洲塔斯玛尼亚大学 亚洲研究所主任詹运豪 在接受《八点自由报》访问时指出 所谓的是不是一个马来穆斯林 占多数的政党 其实是看双方如何抢到权是权 他提到 其实现在的团结政府 跟以前的国阵是一样的 也是由马来穆斯林领导 外加非穆斯林议员 所以族群结构上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伊党却成功地在马来社群当中 把团结政府说成是 由非穆斯林主导的政府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变成是 国盟成功抢到了所谓的权势权 而安华政府没有办法说服马来群众 他们这样的多元结构 其实是更好的选择 而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和双微大学政治学者黄敬发都说 他们都认为 国盟和伊党现在这种说法 其实只是想要表达 这个政府不能由公正党来领导 尽管这个政府是以马来议员占多数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事情 都是以马来族群的利益出发 因为他们强调的是多元 所以就不符合哈迪口中说的 马来穆斯林领导的概念了 虽然首相安华和整个团结政府 上台以来 意而在在这个课题上做出澄清 但伊党特别是他的主席哈迪阿旺 还是紧要团结政府 不是一个由马来穆斯林领导的政府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也遇到 如果从首相到各个主要单位的领袖 都是马来穆斯林 这个还不是一个由马来人主导的政府 那怎样才算 所以马上三冗是一名海蛇丹比予阿旺 又一名海蛇丹比亚 宾斯林领导的 原则都一名海蛇丹比予阿旺 宾斯林领导的 护士林领导的 磯的 公司 周年 的 什么 可以是否只要说 许取 所以 正如 许取 阿旺阿斯曼指出 伊党的这番论述 只是为了争取特定族群的支持 而颠倒事实 政治学者黄金发西尼一部指出 其实国盟一直强调的 非穆斯林主导的政党 并不是从族群结构 而是从意识形态上去区分 因为安华或公正党 不是一个强调捍卫 马来民族主义的政党 因此他就不被看作 是一个由马来人主导的政党 那个所谓马来穆斯林主导的政党 是从意识形态上去看 不是从族群结构上去看 族群结构上去看 公正党也是马来人为主 尽管他的议员 他有很多非马来人议员 但是主要的官位都是给马来人 而且内部没有挑战 所以他的关键在这一点上是说 这个国家只能有一套政治意识形态 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政治意识形态 就算你有得到选民的支持 你也没有用 而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 詹运豪也认为 其实现在的团结政府和以前的国阵一样 也是马来穆斯林领导 外加非穆斯林议员 结构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伊党成功在马来社群中 把团结政府说成是非穆斯林主导的政府 他认为安华和团结政府 现在的问题在于 被国盟成功抢了权势权 因此他们也无法说服马来群众 他们这样的多元结构 其实是更好的选择 黄敬发认为 现在短期内最好的做法就是 把马来选民的注意力 引去一些实际上影响全民 也同时威胁着马来群众的议题上 黄敬发表示 从民调上来看 目前影响马来群众的不是贪污问题 也不是政治稳定的课题 而是经济问题 因此安华首先要做的 就是把经济搞好 并告诉马来社群 当国家面对这些危机时 它能带领大家走出苦海 现在问题是经济 现在问题是通货膨胀的问题 可能下一步是失业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天灾的问题 政府怎样去表现 所以今天回去的问题上是说 安华有没有办法处理这些危机 你能够做的就是 要用马哈迪那一套 这个国家面对危机 只有我能够带你走出这个苦海 黄敬发认为 国梦现在已经把战场锁定在 马来穆斯林领导的这个定义上 按照这个定义来说 只有他们国盟才有资格领导政府 所以安华不需要继续在这层定义上 去跟国盟纠缠 反而安华跟团结政府需要做的是 转移马来选民的想法 注重在处理人民关心的经济问题上 只要能够解决经济问题 那么族群问题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挑起了 稍妙